记忆力衰退如何提升脑力,比吃三种食物让脑袋更灵光? 你是否经常出现白天注意力不集中?老是忘记事情? 东西找不到等记忆力衰退情况?该怎么做才能找回失去的记忆力呢? 营养学专家王静坤教授表示,想提升脑力并不难, 只要在日常饮食中,加强摄取这三种食物, 就能提供脑细胞所需的营养来源,有效增强记忆力。 1.黄豆,黄豆中所含丰富卵磷脂,即有良蛋白质成分, 可说是人体及大脑细胞不可或缺的营养素, 特别是当中的卵磷脂成分更有补脑,增强记忆的效用。 应该直接食用全豆,也就是吃黄豆的源泰, 不研磨,不榨汁,才能将卵磷脂完整地保存下来。 2.海带,海带不但容易取得,购买,营养成分更是丰富, 除了有广为人知的矿物质,点外,当中的Omega-3不饱和脂肪酸, 有助于抑制发炎反应,预防记忆力衰退, 且海带的DAJ,EPA含量也很丰富。 3.香蕉,香蕉中所含有的丰富矿物质, 甲,不仅能平衡身体的钠离子过高问题, 更有促进人体细胞及组织生长的作用, 并还有加速脑细胞代谢,活化脑力的效果。 4.想要延缓记忆力衰退,改善健忘问题, 除了食用上述提到的三种食物外, 更要维持均衡饮食, 摄取足够的维生素、卵磷脂、优质蛋白质,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,并维持规律运动的习惯, 以增加人体代谢速度,促进脑神经传导, 才是活化脑细胞,避免老化的博尔法则。 5.没有最健康,只会更健康。 快上华人健康网,接收更多健康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